近日 在成都一家川菜馆中 台湾青年何浩宇正一板一眼的学作川菜 一份香辣可苦的紫浆鸡很快出锅了 在镜头前 他满头大汉的品尝菜品 并介绍起香辣口感从何而来 何浩宇来自台北 2018年 他来到成都 原想从事旅游业 但因新冠疫情误打误撞 成了一名在成都美食圈小有名气的美食博主 他的故事也是很多台湾青年主动求变 适应并融入大陆的缩影 我希望能够做一个旅游自媒体 然后把像不只是成都 或者川西西藏 或者是大陆各地的一些很好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我可以做一些推广 我就是爱吃又爱玩的人 所以我做我兴趣的事情 我就转眼去拍美食 而且其实也可以利用美食去认识不同各地的文化 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百菜百格的川菜 麻辣鲜香的火锅 隐匿于项院深处的各种小吃 这座世界美食之都在何浩宇眼里 有取之不尽的拍摄素材 一年多来 何浩宇的短视频账号 逐渐被成都美食圈熟知 这位身材高大 脸庞帅气的台湾青年 在视频里大胆穿菜 侃侃而谈 对成都美食的认识也愈发深刻 美食背后的中华饮食文化 更深深吸引着他 中国美食真的是博大精神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懂吃 只知道怎么吃 吃出它的味道不同 然后可能就是慢慢慢慢的 可以吃出一个层次感 然后这个辣椒有分不同的辣椒 有不同的品种 可以吃到它有一些鲜辣 或者是干辣的一些程度 但是慢慢的除了吃之外 更深层的是我们希望去发现 它食材本身 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然后才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与记者想象中不同 日常工作里 何浩宇从不强调自己台湾人身份 只因不希望被特殊照顾 他正慢慢融入到成都人的生活 感受到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何浩宇想告诉更多台湾青年 多来大陆走走看看 台湾还是很多朋友 对大陆这边是很向往 很友好的 那可能看到的这些可能就是 可能对岸希望你看到的 它不见得是真的 我们做自媒体的唯一的好处就是 我们不会去受到这方面的限制 我们只是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们拍了这些东西 把我们喜欢的这些表达出来 给台湾的朋友看 也可以同样的 也可以跟台湾的朋友说 我觉得其实本身就是要自己来多看看 多走走到每个地方 实际的亲身去感受 你才会知道 你看到的跟新闻上的是不一样 然后我跟新闻上的是不一样的 更多 Como我看到 是不一样的